投放热焰弹干扰敌军攻击 军用直升机护架K2坦克渡河 美韩军演每个环节不敢马虎 南韩从10月17号起为期12天的护国军演 其中光是渡河演习就出动超过千名兵力 50辆军用坦克阿帕契攻击直升机 KF-16战机等等 南韩军队联合驻韩美军目标模拟抵御朝鲜半岛 可能的核武威胁 就是防范北韩近期的军事挑衅 尤其金正恩周三下午才连发100多枚炮弹 朝中社公开最新照片连着两天深夜到白天疯狂发射 显然就是警告美韩军演别轻举妄动 就算阵风中共二十大期间 北韩还是军事挑衅 行人记者引述专家说法认为 金正恩恐怕不会就此停下 飞弹发射的脚步 为了因应情势 美韩也在五角大厦召开第四十七次 韩美军事委员会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秘力接见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议长 金成谦加强双方合作 TVBS新闻做不到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